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回到华视三国演义直播节目 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来宾 就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老师 他来跟我们谈一下王沪宁 那为什么要谈王沪宁呢 因为王沪宁对于台湾非常重要 他是中共的三代国师 现在也是政治局常委又是政协委员 另外他也是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副组长 专门负责对台工作 实际上当然习近平日理万机什么都要管 真正对台工作是由王沪宁在操盘的 所以台湾人非常需要认识王沪宁 了解王沪宁 要搞清楚他怎么回事去 但是实际上因为王沪宁长期在中共中央内部工作 做研究 是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19年 他实际上并没有接触过台湾工作 实际上台商都不认识他 国民党也不认识他 那一般台湾人也不认识他 那为什么我们要请夏明老师来呢 因为夏明老师在1981年到1991年中间十年 在上海复旦大学政治系读书任教 曾经跟王沪宁有十年的相处的交往 对王沪宁还是蛮了解的 那夏老师你好 非常欢迎你来我们的节目 谢谢 石板先生好 大家好 那这个夏老师 这个先跟我们讲一下你个人 1981年1991年在上海复旦的经历 和你当时当年跟王沪宁的是一个怎么样的认识交往的过程 是回到1981年当时复旦的还是规模了也不是很大 因为那个时候造成的人数很少 像我当时四川大省的一个一亿人的大省 造成了只有22名学生 所以王沪宁当时他是研究生 我80年进去我是本科生 所以整个系当时我们国际政治系里面 另外还有一个法律专业 还有一个政治学专业 那么我是国际政治专业的 那么所以这样的话 就是大家都算是比较能够知道 因为系里面每个星期中国的惯例都是要开各种会议 所以我们大家也都会相互的知道 而且对这些年纪更大的学生我们都会很尊重 而我又是一个比较喜欢学习的 喜欢像长一辈的学生或者研究生求教的 所以对他们都还是比较熟悉 那么这里边有一个我81年做本科生 他是研究生 然后很快他毕业了 那么就留校任教 那么我后来是做了研究生 那么我做了研究生以后 他留校任教了 后来他做了系主任 那么我又留校任教 那么所以我就三年了是做教师 那么他后来是做的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 也做了国际政治系系主任 那么所以我跟他有学友的关系 有这种同事的关系 有上下级的关系 所以应该说这十年跟他有一些交往 也有私生关系 因为他教过你几门课 对 但是我看你们两个人的这个Wikipedia的介绍 说你们两个都在1984年入党的 所以你跟他党龄是相同的 对 可以这样说了 我的党龄可能还比他 早几个月 早几个月 对因为我首先想给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八十年代 中国当时面临了一个非常激进的 一个自由主义的风潮 那么席卷了整个中国 而复旦大学 那么作为上海 是中国的一个西化的前沿阵地 而复旦大学 是属于是中国自由化的一个滥伤之地 那么所以当时的反自由化 反精神污染 其实是因为我们复旦大学的 这个年轻的这些研究生 那么他们的系统 对马克思属于展开了这种系统的批判 那么当时我们作为年轻人 那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想法 而且尤其当时中共的主任的总书记 是胡耀邦 那么当时的一个主要的想法 也在培养年轻干部 要年轻人 尤其是新的 那么就是知识分子的 能够进入到中共党内了 能够给中国共产党换血 那么所以的话 我们这些年轻人 当时有一种非常激烈的这种 就是理想主义情怀了 那么要给共产党换血 那么当然了 另外一方面 因为我们如果能进到复旦大学 国际政治系了 那么也反映了 就是我们的家庭 也都是就是说 根红苗正的 就是说如果家庭有问题 我们就要 所以的话 就是说当时的话 我记得我爸爸了 那么就给我讲 你如果在国政系读书 因为我爸爸希望 我成为一个外交官了以后 那么你一定要入党 那么所以我爸爸了 就是手把手 那么让我把入党申请书 那个就是写好 然后他检查 然后谈写好 然后交给了就是系里边 那么所以这样的话 我刚到了就是 18岁 那个可以入党的年纪了 那么很快就入党了 其中有一个原因 还是因为就说 复旦大学当时 我们的校长叫谢希德 那么谢希德是 美国培养的博士 那么他当时在复旦呢 进行了一个 学术的 那个教学的一个 重大改革 重大改革 就是选拔优秀生 那么选拔优秀生呢 他就从三年级了 因为我当时正好 三年级的时候了 那么他选拔优秀生呢 那么就已经说 那个选拔5%的优秀生呢 来那个进行 由导师专门来进行培养 那么所以了 结果我了两次了 在那个三年级 四年级了 就已经被选拔为优秀生 那么所以在学校里边呢 应该说就是说 我还是学习了 那个是非常靶尖 家庭成分呢 也还是那个根红苗正 那么所以这些因素了 而我呢当时认为了 应该成为一个 新鲜血液的一部分了 那么加入共产党 那个改造共产党呢 而且当时中国正好是 我认为是在过去40年呢 最具有希望的 那么最具有就是 激动人心变化的时代 所以这样的话 我就很快就 那个加入中国共产党 那么因为我跟王沪宁 相差10岁 所以我记得 我是在春天加入的 他应该是在那个秋天加入的 他思想觉我还没有你高 他比你晚几个月加入 是 所以我的党龄呢 应该比他长 对 所以我们相差10年 所以 所以如果你坚持下来 没有什么变成 自产阶级自由化 没有这个参加六四 学生运动什么的 你现在说不定 也是政治局常委级别了 对 性格决定命运 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选择 选择我们的路了 当然 我也想过 是不是为国家服务了 那么也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了 那么确实也在为国家了 制定很多的新的改革政策 那么但是呢 我会发现呢 就是说我的许多的想法 跟中共党国的官方意识形态 发生了许多的碰撞和冲突 我记得我第一篇文章 本来是要发表的 那么一个小说 那么是由上海的当时 那个萌芽杂志 是我们的那个写作老师 我把这篇文章读给他听了 他已经落泪了 那么这是很有名的 现在中国的一个作家叫张晓霖 那么他听到文章落泪 他说那这篇文章可以那个推荐 给萌芽杂志去发表 那么我刚才讲 那个复旦大学成为 日产阶级自由化的那个滥伤之地 那么一下呢 就是说反那个精神污染 那么我的文章呢 就被那个那个撤掉 就枪毙掉了 那么所以呢 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就是当时在中国 围绕着到底中国是什么方向了 那么我觉得我走了一个 比较就是说更自由化的方向 那么这种那个冲突的话呢 我如何改变我自己 我是要完全适应这个体制了 还是我要改变这个体制 那么我觉得我跟王沪宁呢 可能在这种那个关键时刻 就发生了根本的冲突 那么我的总的感觉是 我是想进去 我是想改变那个中国共产党 我是想不断地推动他 那么进行政治改革 那么那个逐渐跟那个世界的 那个民主潮流了融合 而我的一个根本感觉是 王沪宁呢 当时包括他的那个开门弟子的学生呢 我们在那个讨论 我们跟他的不一样 那么我们就觉得 王沪宁呢 我们的王老师呢 是在补破挂子 那么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为什么 我永远呢 没有想着在体制里边呢 最后到了八九以后呢 那么我觉得 这不是我需要的一个国家了 那么所以我决定 离开了一个国家 所以这就是我们两个 走的不同的道路 所以你觉得 王沪宁在那个时候 在当工作的时候 就很清楚 他要的是加入这个体制 然后帮这个体制来补漏洞 然后把这个体制变得更强大 他这个想法是一直很明确的 是 如果我们看 我跟王沪宁两个了 就是说我们相差十年了 其实十年的代际差别 还有包括我们的认知的那个差别 其实很大 我们知道我们的整个心理和那个智力的成熟 就是我们十岁到二十岁之间呢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时期 而王沪宁进入那个复旦大学的时候了 那么当时呢 已经二十四岁了 那么而我呢 当时是十六岁进入复旦大学 那么所以我觉得正好我在复旦大学的这个 关键的成长期了 卡尔波普尔啦 尼采啦 弗洛伊德啦 那么我觉得进行了一种狂飙 那个就是疾风暴雨式的狂飙运动的洗礼 那么我觉得王沪宁呢 那么他呢 就是说在进入二十四岁的时候 进入到复旦 那么读的研究生 因为王沪宁没有那个就是完成本科教育 那么所以的话呢 他的那个整个观念 我认为都已经比较就是固化了 而他在复旦的三年的这个就教育了 他接受的教育的老师呢 因为我跟王沪宁我们容易比较了解 就在于他的老师也就是我的老师 那么所以这样的话就说 他学了什么 我也知道我也学了什么 那么所以我容易理解他 另外的话呢 就说对我们的评价 有的时候不是说我评价王沪宁 而是就是说他的老师会评价王沪宁 或者说他老师呢 会经常会把我跟王沪宁呢 放在一起来来进行各种评价 那么所以的话呢 就是说我的一个感觉就是 我跟王沪宁的一个很大的差别 就在于他24岁进入复旦 那么没有经过本科的那个培训呢 那么进入到一个就是 马列主义的原教旨主义的 这么一个研究生的阶段呢 那么我觉得这跟我不一样 那么我觉得我进入一个 进入到波普尔 那么进入到那个自由主义思潮的 那么这么一个那个社会化过程 一个学术的一个起点呢 我觉得跟他就那个不一样 那么另外我觉得我们有有一点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 那么我觉得王沪宁 他的那个进入到那个学术人生呢 他身逢那个其实 就是也就是说1983年 或者84年他入党的时候 那么中国正好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那个中美建交 那么派留学生 美国在我们复旦建立的第一个 就是美国研究中心 那么而我们的研究中心的副主任 或者我们的外办主任 其实都是国安那个系统过来的 那么王沪宁呢 当时呢 就是说面对着这些那个需求呢 那么我相信呢 那么他当时正好也留校任教 作为年轻教师 那么而当时中国国安部呢 也刚成立 那么中国面对着整个改革开放 带来的就像邓小平说的 所谓的那个苍蝇呢 蚊子呢都飞进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中共呢 需要有一个他认为 那个靠得住的 他那个培养的一些人呢 为他服务 那么我认为王沪宁呢 是非常完美的切入到了 这么一个就是召唤过程 那么我想就说 这是我们有一个 就是年龄段的一个差异 因为他那个时候 已经是作为青年教师了 而我作为一个年轻的一个学生 后来我再读研究生 那么后来我再到美国来 那个读博士 而我认为我在美国的 那个博士教育呢 那个使得我的整个那个教育呢 是发生了质的一个变化 那所以我觉得 我跟王沪宁的一个根本的差异 就在于 这些学术上和那个学术经历 和我们的那个思想的基础呢 我觉得使得我们有不同 对 是 是 我觉得跟校风 可能也有一点关系 我同意这个负担 也是非常高度自由化的 不过我们那个时候 北大国际政治 或者北大的政治系 的老师 学毕业生 好像没有混进中共的高层 李克强了 李克强了 但是他是法律系的 但是夏老师 你也认识他的两任太太嘛 一个周琦 一个肖嘉玲 他们两个也都是国际关系学者嘛 一个是他的同学 一个是他的研究生 但是从他换了四任太太 好像每个太太都比前一个年轻 十岁啊 这个最后一任太太 比王沪宁年轻三十岁啊 然后王沪宁又换了三个组织 服务了三个总书记 这说明王沪宁 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人格特质 对对对 首先呢 这也是我跟他的不一样 因为想想了 就说 你换了几个太太 一个没换 从十八岁 我太太那个认识我 对到今天 那么虽然就说 这我在思考 我们做什么样的人 对 那么王沪宁呢 如果我们评价王沪宁 当然王沪宁是个很复杂的一个人 但是我觉得第一个 我对他的评价 就是说王沪宁是一个 带着面具的一个铁面人 为什么说王沪宁是个 带着面具的铁面人呢 就是他带着面具 他在表演 他的表演给任何人看 甚至他在表演在家里边 给他的妻子都在看 那么这一点的话 可能我们是很多人 是没办法这样做的 第二个 他是铁面人 他这个面具呢 不是说我们说的这个 孝心的或者喜剧的面具 那么他一直是个铁面人的面具 那么所以呢 他那个不露声色的 他的这种那个就是阴沉 那个就是善于观察 然后就是这种内心的这种沉浮 那么这种小心谨慎 那么都从他面具上的表现出来 所以是不露声色的 那么这么一个人 那么另外的话呢 如果我们那个看他就是多面性了 那么首先他是一个学者 那么他作为学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我刚才也讲了 因为从我自己来看 从本科读到硕士读到博士 我后来也带学生 那么也教从本科 教硕士教到博士 那么所以了 整个三个的那个层次了 我的经历了 那我是认为 当一个就是学生的话呢 如果是做到国师一级 如果没有系统的本科的这些 那个教育基础 那个教育了 我觉得他受到某种局限 另外的话呢 没有这个高屋建领的这个博士 那个抽象的思维了 那我也觉得也受到某种局限 所以我觉得从学问上来说 那么当然我觉得 也不能对王沪宁来进行太多的苛求 他毕竟是当下的政治局常委里边呢 最有学问的人 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呢 我对他的学问的那个评价 我就认为王沪宁是一个良上君子 那么是有点不上不下 那么基础了不牢 那么地动山摇 而上面呢就是 那么没有就是这么一个 北斗星来指引了 那我觉得他呢 也那个经常的会陷于 就是一种迷茫 那么其实他的很多的政策 和他的思想 和他的那个作为呢 我觉得都受到这个影响 这是我对他的学术的评价 那么现在就说到 他的那个三任妻子 四任妻子 那么这样 那么他的那个两任妻子呢 那么其实周琦呢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因为他也在读研究 甚至是我还是本科嘛 那么后来那个 我上的西方政治思想 因为王沪宁跟那个周琦呢 都是我也算是 有老师的这个师生的缘分了 因为王沪宁教过我 那个西方政治思想 而周琦呢 教过我就是西欧政治 那么尽管西欧政治呢 是由周琦的导师 是由徐宗世 那个先生呢 在那个讲这门课 但是呢 因为徐宗世先生呢 是刘英的 那个伦敦军事学院的 解放前的刘英的学生 所以呢 当时他年纪已经比较大 他在带周琦呢 所以周琦呢 那么在教这门课的部分的内容 所以的话 周琦呢 其实也是我的老师 那么同样呢 我也跟周琦也是合作者 因为复旦大学呢 拿了一个国家项目 叫比较政府体制 那么周琦呢 是负责英国 这个国家这个章节的 那个撰写的 那么他跟另外一位教授 那么后来呢 就是这个整个国家项目 没法完成 后来这个主编呢 也是我的导师 那么就来找我 说你能不能把这个书呢 那个给我把英国了 好好的重新整理 重新写 那么我说好啊 那我就重新写 所以如果你们看到 现在复旦大学出版的 出版的叫 《比较政府体制》里面 英国这个章节呢 是有三位作者 我呢当然是最年轻的 而且我离开了中国了 所以我排到最后 但是其实那章呢 是我写的是 那个整个部分英国 是我其实写的是最多的 那么虽然我们 其实也有合作关系 那么所以我的第一个感觉 就是说 王沪宁的那个前期周琦呢 后来是拿到了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 说起来是个杨博士 对 那么肖嘉宁呢 那么是比我了要小一届 因为我们都是国际政治专业 因为王沪宁呢 后来是进入到了政治学专业 那么后来王沪宁呢 跟我的导师呢 就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一个就是 比较政府体制的博士项目 那么我的导师跟王沪宁呢 他们呢还说愿意我呢 去那个作为第一任的学生呢 但是因为我的所有的学位 都在复旦拿着我 我说我一定要想到国外去留学 所以我就没有接受 我后来离开了 但是呢 肖嘉宁呢 后来呢 就是说 她是湖南女孩子 一个乡女了 那么我们知道 那个乡女的话 是非常清秀的 那么所以如果你看过 就是沈从文的那个电影和小说 那你就可以能够领会我在说什么 那么所以肖嘉宁是非常有灵气 那么非常聪明 也非常漂亮的 那么所以是比我那个第一届的 那么比我第一届 我估计岁数也差不多 他应该可能是66年的吧大概 那么这样 那么所以我们都还是 比较那个熟悉在系里边 那么后来肖嘉宁呢 是拿着复旦大学的那个博士学位 那么也是王沪宁的那个博士 那个导师呢 那么所以呢 我就在想 从就是王沪宁的这个妻子 我们看到的 现在看到的那个三任的妻子的话 那么其实我据我所知 肖嘉宁呢 并没有给他完全的 那个完成正式的婚配 那么所以的话呢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就说他们的关系是一种 各是一种情人关系 那么所以这里面呢 就给就是 肖了也带了很多的困境 因为包括他现在的就是 身份到底是什么 他的照片在复旦大学呢 是没有公布的 而他的同学呢 这些朋友呢 那么很多也是我的同学 也的朋友 那么大家在社交那个过程中呢 也都不敢去接近他 那么尽管他现在也是孤身的一位 就是女性了 那么大家呢 也都不敢就说 像我们随便可以那个吹牛 或者我们见到漂亮的那个女性 我们可以调情 那么这些东西都不敢发生 所以他现在本人还在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 任教授 当老师 当教授 是 所以王沪宁的两个前任太太 都在复旦大学当教授 后来 后来 因为周琦呢 是北京人 那么北京人呢 那个周琦呢 那个在复旦大学呢 读那个就是研究生呢 跟王沪宁认识 后来结婚 但是因为周琦的父母呢 那个后来年老了 那么所以周琦呢 是回到了那个中国社会科学院 美国研究所 那么去做研究 那么所以理论上来说 因为当然到现在到了退休年纪了嘛 那么他是从美国那个研究所 那个退下来的 那么据说现在 我看到萧锦他也在 清华的那些国际关系的机构里面的认知 对 那么所以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说 我们设想一下 作为一个学者 就说当你身边的女人 那么从一个美国的一个博士 走到了一个就是 中国的那个就是博士 最后走到了一个 没有任何的学术的 那个就是培训的这么一个过程了 那么我们就要知道 你作为一个政治学家 或者政治学教授 或者作为学者 你在想什么 你在追求什么 什么东西会让你激动 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 一个我们可以思考的问题 对 那么对这个困惑呢 我记得了 我跟那个就是周琦有 这么一个对话 那么因为了 他们的婚姻的破裂了 据我所知呢 是王沪宁要解除婚约 那么而周琦呢 是并不想那个解除这个婚约的 那么所以的话呢 就是说当然对那个周琦呢 会带来那个一些那个就是困惑 那么但是我那个 我的观点 那么我也给他讲了我的观点 就是说其实呢 就是说王沪宁 世纪女业 对王沪宁来说是一个更大的损失 因为周琦的话 是非常有学问 而且周琦呢 也是非常有魅力的 一位那个知识女性 那么所以呢 就是说如果你们大家 那个要想象 就是周琦是什么样的一个 性格和那个角色 或者他的那个才华呢 你想象那个汤伊布列尔的 就是那个妻子 那个Sheria 对 那么大概就这样的一个 知识女性 那么我认为就是王沪宁呢 如果他作为一个中国的 那个国家领导人呢 如果有周琦的各种辅佐的话呢 那么我认为我们的那个就是 看到的历史 或者中国的国运呢 恐怕会好得多 对 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个感觉 就是说我认为 当我们一个男人呢 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在增长 那么我们其实我们的智慧 也应该越来越增长 其实我们的欲望了 尤其是肉欲了 应该越来越减小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 就是说能够有那个精神呢 或者是有灵性升华的人呢 应该走的一条道路 但是我觉得很不幸呢 就是说王沪宁呢 作为我的前面的老师 也是我的前面的领导了 那我觉得他走的一条路了 我记得德国一个民进 那个就是采访我 就说你怎么那个定义王沪宁 那我说王沪宁呢 其实呢 就是中国的那个福士德 那我认为他走的一条路了 那么是被同体那个所吸引了 大于被智慧所 那个就是引力 对于王沪宁我觉得蛮有意思 因为我在北京做个十年记者 那个时候正好是 王沪宁在北京就是说 一开始是江泽民的智囊 最重要的智囊 后来变成胡锦涛的 就有各种各样他的传说 我听过几个传说 一个传说是当年江泽民从上海 调到北京天安门之后 然后呢有三次想请他出山 前两次是他派别人 最后一次是曾庆红亲自去了 然后他都 那个时候他在这个学界 在复旦混得很好 然后最后他第三次 还想拒绝的时候 曾庆红跟他说 说我听说你相当不看好我们 我们就是曾庆红和江泽民嘛 然后王沪宁听到这个话以后 就答应了 然后呢据说我不知道这是真的假的 他当时出了很多著作 有一本叫王沪宁日记 你知道那本吗 曾庆红日记 对 他说那本书好像王沪宁 基本上全部回收了 他就不想 他说我以后就不做自己 我要就是把自己的想法 不能让人知道 所以说我那时候在北京 王沪宁那个时候 可能刚当政治局委员还是 那个时候很多人想买 那个日记买不到 在网上可以就非常高价 有人在买 说那个王沪宁当时他让很多人都回收 销毁掉了 然后呢 后来的王沪宁不做自己呢 是怎么说呢 我过去那时候有日本的这个领导人去北京 就是一开始江泽民出来 王沪宁陪着 然后江泽民就说过 这个王沪宁是很不错 非常优秀的 然后他就靠他 这非常 跟江泽民的信任关系非常好 然后呢 变成胡锦涛 胡锦涛的时候呢 见很多人的时候 也是王沪宁作陪 而且胡锦涛对王沪宁也相当信任的 好像跟台湾的肖万长 在有一次在海南见面的时候 胡锦涛也专程郑重介绍王沪宁 说这个王沪宁很优秀怎么样 然后习近平上台以后呢 还是他 这个除了王沪宁以外 周围的人全部被打掉了 江泽民旁边的什么 许才厚 郭伯雄被打掉了 胡锦涛旁边的 房峰辉 张扬被打掉 只有王沪宁 奇迹般的存活下来 这个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奇迹 我听说有几点啊 就是王沪宁 大家为什么喜欢他呢 第一呢 王沪宁 不是大家喜欢他 是老板喜欢他 对对对 绝不养小弟 就是任何人 只要政治上有野心呢 你一定有一个班底 有个团队嘛 帮你四处打他消息 帮你出力 将来你推翻他的话 你接上位 你有小弟要照顾吗 王沪宁从来都是一个人 从来没有 政治上没有他的王沪宁派 和王沪宁的人 所以这个呢 是老板最信任的嘛 因为你不会翻盘嘛 你没有政治野心 你没有人嘛 没有人的话你不可能嘛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点呢 就王沪宁的本事是 当然学术上您讲的可能是 王沪宁只有一个本事 把什么都能理论化 就是特别是习近平 讲话都是支离破碎的嘛 然后王沪 经过王沪宁一总结 习近平知道 原来我想说的是这个事情 他就能把很多领导的 乱七八糟的东西 把它变成理论 因为在中国那种独裁国家 需要就是层层学习 领导的重要讲话嘛 你必须正在重要讲 必须有逻辑嘛 而且你必须有话说圆了嘛 你不能做前面说后半说的 有矛盾嘛 所以王沪宁因为他有这个本事 所以说他一直受到重用 我不知道我听到这些传闻 真的假的 你有没有听说 这个一次传闻 是我也听说 那么我的一个解读 我认为王沪宁呢 之所以成为三朝的 那个国师了 不倒翁了 我觉得原因呢 非常的复杂 那么我觉得 一个重要的原因啊 我觉得是王沪宁呢 是党国打造的 一个就是精心打造的一个人造美女 那么因为 如果你们在中国生活的久 或者了解中国了解的深的话 那你知道 中国共产党做事情的话 不会是 就是说没有计划 没有章法的 他有十年规划 那么有五年计划 那么王沪宁呢 正好他当时 之所以能够进入到 那个曾庆红的这个视野里边了 是因为曾庆红 那么在中共中央组织部这边呢 因为他的爸爸曾三呢 也从中共中央组织部 原来副部长了 那么曾庆红呢 后来在上海也是管那个人事的 那么他们提出这个就是第三梯队 那么就培养 着力的培养 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他的接班人 那么所以呢 我认为了就是王沪宁呢 是被纳入到这个第三梯队的 那个就是这个系列的 因为这里边有两个原因 那么一个是王沪宁 他自己的父母呢 是上海的这个就是厅局级干部 那么所以的话呢 就是也是根红苗正的 这里面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因为他那个父亲呢 应该说去世的比较早 那么所以后台呢 也没那么硬 但是呢 这里边呢 他的婚姻就是周琦呢 跟他的那个婚姻呢 那么就使得他有一个新的一个后台 那么新的后台 因为周琦呢 我刚才说是从北京来的 那么周琦的父亲呢 是国家安全部了 那现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是一个资深的高级的一个研究员 也就是当时在中国正好改革开放的时候 正好需要加强对国际事务的了解的时候 正好中共呢 在建立他的国安系统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呢 那我们就发现呢 那么王沪宁呢 成为了中国国安里边的最高的一个学者的 这么一个成龙快序 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那个非常那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么你们可以想象的每一个年轻的男人 如果像雨莲一样的有野心的话呢 怎么样往上爬 那么我认为那个王沪宁的那个 他的那个就是攀缘的路了 我觉得他是踩上了那个几位 就是女性的这个尖头了 那么往上爬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就是王沪宁呢 他的那个就是整个成功了 就是说在中共体系下的成功 从我的角度来说 我并不认为王沪宁是个成功 我认为王沪宁是个人类历史上的会是一个失败 会是一个就是以就是历史的一个反面角色了 那个进入历史的 那么我认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从中国的国内的世俗的角度来说 王沪宁非常成功了 那么我认为他的成功呢 有几个因素了 那么第一个呢就说 非常有意思 就是王沪宁出道的时候 那个提起他的人叫王邦 王邦左 那么王沪宁呢叫王沪宁 所以都是王老师王老师 那么在我们国政系的话呢 大家就要分亲 那么所以呢叫了一个王邦左老师的叫王邦 那么叫王沪宁王父这样 那么就两个人就这样 我们有时研究是这样区分 那么王邦的话呢 你看呢 他是那个构建那个整个他的派系 因为王邦的话呢 那么他是当时还是一个讲师 但是最后的话呢 他把王沪宁提为 就是说中国的最年轻的副教授的时候 王邦呢还是一个讲师 那么所以的话 最后你会发现呢 王沪宁呢被提为副教授 是为两位讲师 把那个鼎力推出来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其实王邦呢就建立了他的一个团队 就是一个帮派 那么王沪宁呢就成为他的一个铁杆的 一个就是那个成员 当然后来王沪呢就说 那个成为帮主了 那么就是那个 因为王邦呢离开了 那么到其他地方去了 那么所以这是一个 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王沪宁呢 在他成道的时候 就非常善于切入到一个帮主 那么成为王沪 那么王父这样 那么这样进去的话呢 来了一个辅佐 所以呢我一直认为就王沪宁的性格呢 他是非常的阴性的 那么也就是说 在整个阴阳的这个格局中呢 他永远不会是阳性 他永远不会就是说 那个顶天立地的 自我做主的 那么拿出一个独立的一个 那个判断方向和价值观 那么开辟条心路 他永远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那么所以这样的话 他会做一种阴性的角度了 去迎合这种阳性的东西了 那么他去让他就是给 就是阴阳的那个完美结合了 那么是王沪宁所做的事情 那么而他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刚才讲到他身逢其时 因为在84年的时候 85年的时候 那你说中国呢 就是社会科学 我们说自然科学 跟西方国家比的话呢 落后起码那个什么几十年 那么其实呢 中国的社会科学 人文科学比西方落后了 是几百年 那么我自己认为 那么中国呢 在往那个洞穴 在那个阴暗在走 那么落后呢 差距更大 那么其实王沪宁呢 你可以看到 江泽民作为一个 理工科的培养的 尤其是苏联的 这个模式的这种思维 那么使得江泽民呢 面对着改革开放 尤其是六四以后 中国要打开 国际上对中国的封锁了 那么这种制裁了 那么我觉得 那个就是江泽民 是需要辅佐的 那么王沪宁呢 那么他的性格 和他的学士了 他的知识配备了 那么就好去帮那个江泽民 而且他的 刚才我说的 那个第三梯队的各种配备 而且我认为就是他第三梯队 各种配备了 那么其中我认为 那个就是王沪宁呢 是非常早的 就拉着到了国安 那个体系里边 那么所以这样的话 王沪宁呢 就发挥很大的作用 那么当然另外一个 就是说跟胡锦涛 胡锦涛又是另外一位 那个清华培养的 一个工程师了 那么所以我觉得 他需要王沪宁呢 来给他就是 那个阴阳的一种互补 那么所以我觉得 这是两个原因 那么至于就是说 他在习近平下面 为什么他还能够那个就是 生存 不仅生存 而且还能够高升 那么从原来的王老五 现在变成王老四 那么我觉得 当然这里面背景就很复杂 那么我呢 也不能那个说太多 那么但是呢 就是说这里边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这个宫廷政治了 那么既有就是宦官系统 那么又有就是那个 外戚系统 又有这个皇帝的直接 直接的就是说 那个皇帝的家人的系统 那么显然中国今天的政治 你可以看到 习近平呢 尤其在纪念毛泽东的时候 强调这个血脉 红色血脉传承了 那么毛泽东的那个子女呢 全部在那个主席台上了 那么习近平的这个家人呢 那个也都在那个在场了 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 整个皇家的这个血脉了 那么非常重要 那么第二个呢 那么就是整个宦官系统 那么你看到中国的这种 敢于亮剑的 敢于白刀子进 红刀子出的 那么这就是这些那个 愿意抬轿的 愿意就是那个做这种帮凶的 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我认为像蔡奇啦 那么这些人呢 就是在纳入这个体系 但是另外呢 还有个外戚系统 那么外戚系统就是 那个属于富人那个体系 那么我认为在 习近平跟王沪宁 跟就是彭丽媛呢 他们这个各种关系里边呢 那么彭丽媛呢 不是一个弱势的一个女性 彭丽媛是一个强势的女性 所以在中国政治里边 彭丽媛已经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那么而在这里边呢 那么我们知道 当那个就是王沪宁 在那个换期的过程中了 那么我认为这里边呢 有更复杂的因素了 那么那个产生了 那么所以我就只能点到为止 所以我认为了 就是王沪宁的 那个就是目前的这些地位了 就不是像我们说的都这么简单 那么是靠知识那个历生 有意思啊 那我们这个来讲一下 王沪宁的思想 所以你也评论过 这个一般外界都理解 他是新威权主义的支持者 他很信奉新威权主义 但是从他帮江泽民起草的 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 和习近平的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些大部头的著作 这个尤其习近平 你从这里面能够看得出 新威权主义的思想吗 你可以本质上说 习近平思想就是王沪宁的思想吗 王沪宁没有思想 王沪宁呢 他是一个就是 怎么说法 就是说王沪宁是一个 杂碎的思想家 那么他把那个世界上的 所有的能够强化 领导人的权威的 能够强化权力地位的 他都是广采 博收 那么所以我们如果看看 他到底是不是新权威主义 其实王沪宁就是一个 绝对的王权主义 就是一个绝对的权威主义者 是个国家主义者 那么因为他吸收的 知识养料了 我们看到 无论从欧洲 那么到那个就是那个东方日本 或者是俄国 或者马列治体系 他都是吸引的一切东西 都是为那个党国军 那个服务的 那么我们可以那个 简单的那个分析一下 王沪宁的这个思想体系 王沪宁出道 我刚才讲到 他的导师 也是我的老师 陈其仁 我上陈其仁老师的课 大概也上了四五门课了 那么所以的话 我对陈其仁老师的课了 也都非常了解 他的思想体系非常了解 他是接受就是王亚南 那个郭大利了 那么这条资本论的那个系统 因为他是他们的学生 那么所以的话 他的整个那个经典的 那个原教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体系了 尤其是涉及到 那个政治经济学了 尤其涉及到国家 那个那个管制经济 那么财富了 是来自于所谓的 劳动力创造财富了 那么这是王沪宁呢 直接那个接受的 这么一个原本的 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那么而王沪宁 我刚才讲的他并没有受到系统的 那个本科的教育 那么在文革期间呢 他能够读到的东西呢 主要还是马列主义的著作 那么所以王沪宁呢 主要也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或者是列宁主义者 那么所以他表现的一个 非常那个就是明显的 就是王沪宁经常会说呢 如果你们那个注意 他的那个文件起草里面呢 他就会讲到 那么要把握历史的逻辑 然后要把握了 就是说那个就是 政治的这个逻辑了 就是说理论的逻辑和历史的逻辑 最后的话呢 把它合而为一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那个中国的 就是规律性的东西 就是他所说的那个中国特色了 那么所以就王沪宁呢 他认为了历史是有规律的 那么无论从目的论来说 或者是那个历史决定论来说 单一论来说 那么他有这种狂妄 就是说我可以找到 历史的这个铁定的规律 然后再把它用来指引中国的发展 那么所以他认为 他的理论的逻辑了 就在找这个历史的逻辑 而且他认为他找到了 那么这是他的一个 然后我们又看到 他写的那个硕士论文 他写的硕士论文 是写的王权 是写的主权 而这个主权呢 是中世纪欧洲 在那个逐渐那个 就是进入到 绝对的那个王朝 那么是为资本主义 铺路的时候 那么王沪宁呢 他的主要的研究对象 是法国的哲学家 那个不丹 那么所以王沪宁呢 他的一个整个思想体系 就认为 中国呢 今天呢 好像还处于就是 从欧洲那个中世纪了 要进入到资本主义 过渡完了 要进入社会主义 所以王沪宁认为 中国最大的问题 不是专制 而是就是分权 或者是那个欧洲的 这种就是封建的 那个东西 而我们知道 中国的理论家 把封建了是误解的 其实中国没有封建了 就中国在那个 秦 汉以后了 就全是那个 大一统了 大一统 就是那个集权专制了 而封建在日本 还可以看到 在中国就没有了 但是王沪宁的整个思想 把封建主义了 那么引入到中国的 这个思想体系了 他以后的 他的那个兴趣点 无论是从马基亚弗利 还是从托马斯霍布斯 那么还有黑格尔 那么所以王沪宁呢 把黑格尔的国家主义了 也都用上去 主要针对着 他认为中国的封建的传统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你可以看到 王沪宁一直是一个 老的那个权威主义 那么所以在这样一条线下来了 他进入到共产主义的体系了 所以王沪宁呢 那个据说呢 就是因为王沪宁这点 我就讲过 王沪宁非常谨慎小心的 王沪宁的性格 像个狡诈的 一个胆小的一个兔子 那么他在察言观色 他要让自己做的每件事情呢 那么讨得了 就是说 那个最终赢家的这个喜欢 所以王沪宁呢 他最后是要 就是说 那个要那个 跟对就是那个赢家 那么这一点的话 他基本上不会问是非对错 那么所以我就觉得 就是说王沪宁呢 在整个马列治的 那个共产主义的 那个体系中呢 他那个认定了 中国呢 恐怕是没办法 推翻共产党的 或者共产党本身是 没法放弃 马列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 那么所以我觉得 王沪宁呢 就是有目的的了 就是在切入 那么他认为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 王沪宁不仅是有一种 欲望的一种驱动 而他这种欲望呢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像我们说的 福士德一样的 那么有名 有利 那么有就是女色 那么我认为 王沪宁呢 让他那个焦虑不安的 一个很大的欲望 就是一种 那个成名 那么那个掌握最高权力 那么成为人类的 历史上的一个 伟大的一个 就是精神上的一个 一个巨人 但是呢 我觉得他那个 是会成为 人类历史上的 精神上一个矮子 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巨人 但是呢 他认为呢 他在达到这个目标 而能够成全 他这个目标呢 他认为就必须 嫁给国家的权利 就像我刚才讲的 他永远是一种 阴性的角色 去切入的 所以国家是阳刚的角色 那么他就进入到 阴性的角色 那么去接受 去适应 然后呢 让权力呢 达到最高的这个 那个 那个逾越了 那么这是他做的事情 我觉得蛮有意思 不过确实 他又想成历史的巨人 但是从来没有 历史的巨人 是一种狡猾的兔子的性格的 所以说 他就是不粘锅 没有担当 永远是非常小心翼翼的 就是说 这个 当时我们有一个画面 就是说胡锦涛被嫁走的时候 好像栗战书 那个栗战书就很明显 就是有点大搞粗的感觉嘛 就好像要帮助胡锦涛一下 然后往胡锦涛旁边 把他摁住嘛 那我觉得就是这个细节 就是很明显习近平 是想让胡锦涛嫁出去的 但是栗战书如果说 他把胡锦涛留下来的话 习近平可能会不高兴 那个细节 我认为栗战书没有 这个王沪宁感觉到了 那栗战书跟习近平 从二十多岁两个人就是久友 这个我过去采访 他们两个一个在河北的无极县 一个在正定县 两个当县委书记 两个都不得当时的 河北省委书记高扬的喜欢 所以两个人经常一起喝闷酒的关系 那么多年的朋友 习近平的想法 栗战书没有领回到 他想挽留一下胡锦涛 但是王沪宁把栗战书摁住了 就说明 而且王沪宁做得远嘛 我觉得光这个细节就是 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察言观色的 主要察主子的察言观色的 这是我的观察 您觉得怎么样 这个观察正确吗 我同意你的观察 对 那么我再补充一个 那么我觉得就是从这个细节了 那我看到了我看到王沪宁的冷血 那么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说刚才那个就是 斯帕明夫也讲到 那么就说在河北 那么栗战书了 那么其实跟习近平是有很深的 这个友谊的有各种关系的 那么但是我们也知道 就是说栗战书了 他也知道他的那个发迹过程 后来成为河北省那个团 那个就是委书记了 那么是得恩于就是胡锦涛的 胡锦涛是团中央书记 那么所以当他看到自己的 那个原来的老的领导人 受到如此的这种不公正的 这种羞辱了 那我觉得他有心有那个不忍了 那么他愿意了 就是说这种人性了 就是一种那个不可遏制的 一种人性的一种 就是要帮下 帮下这个老人 不让他太多的受到这个侮辱 或者能够扶持他一下 能够如果要把他赶下台 是我把他给扶持他下台的话了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说给他一种 那个心理上的一种安慰 然后你就发现了周边的人 都是冷血动物 包括李克强 李克强根本就不敢 跟那个胡锦涛进行 那个眼光的这个交流 包括汪洋 汪洋根本就不敢看 不敢说 不敢听 那么所以就说 这个时候了 王沪宁呢 那你可以看到 他在察言观色 因为习近平的脸色阴沉 那么习近平就在说 看你们怎么弄吧 那么我的当时对中国政治分析 认为栗战书跟王沪宁呢 你看王沪宁是当时的那个中央 那个就是那个党代会的秘书长 他们的一个安全马后呢 把习近平呢 抬上了就是皇帝的这个位置 那么但是呢 就说习近平怎么样能够那个就是 奖赏他们 那我认为习近平奖赏王沪宁 显然我们看到了 王沪宁那个官身那个一部 那么我认为呢 栗战书呢 完全有可能 把宪法都废了 那么就是然后让习近平终身任职了 栗战书呢 倒有可能拿到国家 那个副主席的这个闲职 那么但是最后栗战书呢 那个永久的就是退休 永久的消失了 那我认为跟栗战书 这个时候表现出的 一世的人性呢 那么我觉得可能是有关的 那么这就是中国共产党 现在他们的高级领导党里面流行的 就是如果是那个就是 忠诚不绝对的话 那么就是绝对不忠诚 那所以从这里面呢 我就觉得就说 王沪宁呢 在对待他的那个同事 对待他的那个原来的老师 对待他的那个那个就是 旧部 对待他的那个身边的那个女人 那我觉得他都是冷血的 那么因为我觉得就说 如果我们对待 比如像我们对待学生 我也是教授 我也带了学生 那么我觉得如果我们对待学生的话呢 我们要不要毁掉他的前途 那么如果一个女性 我们要不要毁掉他的人生 那我觉得作为我们一个教授 作为一个那个长者 我们都是要思考的 那么尤其是如果比他还那个长十岁 甚至长三十岁 那么这些东西呢 我觉得都是我们每一个男人 那么每一个就是有良心的 都应该思考我们怎么样做得更谨慎 尤其今天我们都进入到密图时代啊 那我想我们大家都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但是我觉得呢 它是冷血的 因为冷血呢 我知道也对就是这些女性呢 带来了就是无穷的这种伤痛 那么这种伤痛呢 也在公开的场合呢 那么也都表露了出来 有时候的话呢 眼泪都会情不自禁的 一缩起这些伤心事呢 就会留下来 那么所以我觉得这是冷血的一个 那个就是那个结果 那么同时的话呢 我还记得另外一个细节 有一位我刚才讲的 王沪宁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 那么有一位老师呢 那么在北京呢 参加会议了 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 那个更高级的一些领导 那么也都是原来王沪宁的领导 那么他在北京参加会议了 就是说当然要跟王沪宁联系了 当时王沪宁呢 还只是那个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 那么所以王沪宁呢 那个跑来了 就赶快给大家打个招呼 本来说是大家那个 那个请他吃饭嘛 就一起来坐坐聊聊嘛 王沪宁就是打个招呼 饭是不能给你们吃的 因为老板 当时江泽民 老板谁叫 我随时要到 所以但是他说 我呢来看看你们 那么最后给了一个许诺 就是说 你们如果在北京需要用车的话呢 那么你们就给我 就是那个打招呼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王沪宁呢 对他原来的老师 或者他原来的上级了 那么是这样处理的话呢 那么跟我们那个常人呢 是有点不一样的 那么另外的话呢 我再那个讲个 他跟他的学生的那个处理 那么他的学生 那个有很多跟他关系很近 那么进到什么程度呢 进到就是说 王沪宁原来没有钱的时候 那么都是要找某位学生 就买单的 那么就是说 出去吃饭的话呢 就是我不能 由某一位买单 你先要抢单 那么把这个抢下来 那么最后的话呢 就是我的同学啦 我的朋友啦 就基本上就是说 王沪宁最后是六亲不认 不跟任何人那个有联系 原来是 有人是可以随时跟他打手机的 那么后来的全部那个切断 我就觉得王沪宁作为 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耳目呢 其实王沪宁在断绝他的耳目 那我觉得这对中国呢 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悲剧了 那么当然今天 我们看到就是在对台事务上呢 王沪宁任命了两位了他的学生 那么在辅佐的他负责台湾事务 一个是张志军 那么一个是那个邱开明 那么他们呢都是比我第一 一两届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同学了 对都是复旦派的嘛 现在都有复旦派了 是 那么所以我觉得就说 我们可以看到就王沪宁呢 他在处理各种关系上了 我觉得这种冷血了 恐怕是我们呢 我刚才讲性格决定命运 那么至少我觉得 我的那个血液的话了 那么会按捺不住 这就是为什么1989年 面对的学生抗议了 我就站在学生一边了 而王沪宁是叫我 也在拉我的一脚 你不能出去不能支持学生 所以这想我就想 一个热血一个冷血的一个区别 可是习近平真的能信任他吗 以前毛泽东用的这个 政治秘书叫做陈伯达 也是上一位所谓的理论家 被升作政治局常委的 毛泽东思想就是陈伯达 帮他搞出来的 结果后来毛泽东一反手 把陈伯达又打倒了 这个习近平思想是王沪宁搞出来的 这个习近平挣了这么多稿费 王沪宁一分钱也没收到 这个习近平真的能信任王沪宁吗 不会像陈伯达一样把他打倒吗 是 我们就在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中共的政治 成为一个政治绞肉机了 那么或者是说 进入到政治那个食人主义 会有人获得正果 全身那个就是而退 最后就像王沪宁想追求成为伟人吗 那么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那么我呢 那个觉得就是 首先我们看最近的发生了什么 那么习近平在过去的十年 那么他对整个中共的领导人 进行一场血腥的一个 大的一个学习 那么这个学习呢 据我那个掌握的这个数据呢 也是中共公开的公布的 那么他们在那个十年 就查处了这个就是 各种违纪的腐败的案子 就是有那个就是四百来万了 那么而每个案子设计的人呢 那么处理的这些撤职的 司法处理的干部了 有不同的等级了 那么有的还有口头警告了 那么违反党纪什么党风了 那么有第一个党次 有四百来万干部了受到处理 第二个党次就是说 那个包括撤职了 行政的内部的降级了 那么这个又有那个三百多万 最后呢又是什么党风了 什么口头警告了 那么这些东西了 那么又有这个几百万 我算了一下 大概有这么那个一千多万 一千那个两三百万 当然这里边呢 有的数字呢可能会重叠 比如说你开始受到党风的这个警告 结果发现了 你还有危机还有腐败 结果就查你的腐败 就撤你的职 最后发现了 还把你送到那个司法机关呢 去判刑 给你送监狱 那么这里边呢当然就有重叠 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想的这个重叠的话呢 我们就想呢 如果以一千万来算 每一个腐败的官员 背后一定有至少有三个 就腐败的商人 那么在那个养一个腐败的官员 那么每一个那个腐败的官员 有一位配偶 那么因为中国的官公和汉 都不会在那个政府机关里边的 那么有一位配偶 那么甚至就像我们看到王沪宁呢 那个那个从时间层面上来说 是一夫多妻 那个一夫多妻子 那么说到有一个子女 那么可能有的呢还撒得总不止一个 那么夫妻两个呢 总归有那个四个就是那个父母 双亲 而中共的体系内呢 这些国家干部的这些 体系内的这些老人呢 可以活到九十岁八十岁了 是毫无悬念的 那么也就是说任何一个 党案政治处理的话呢 它要影响的人 我们必须要乘上一个倍数 起码要乘上个七 那么或者在那个 加上还有至少有三个商人 起码要乘上个十 也就是说习近平的这个学习 影响到中国当下的人 让他们紧张不安 或者是在中共的体制内呢 那个受挫了 那么就是金英城呢 恐怕都是以意来的一个 就是可以来想象 那么所以呢 我认为了就是这些那个学习呢 是非常残酷的 那么这里面我们知道 牛顿的基本的定律了 就是说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 难道习近平经常讲的 有这种惊涛骇浪 有这种政变的风险 难道这是空穴来风吗 那么我想呢 习近平恐怕也是感觉到了寒气 那么虽然我就认为 那么对习近平来说 习近平身边的人来说 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那么同样的 那么对那个王沪宁来说 那么他补破挂子 那么中共政权 难道又会像他说的 两个百年计划 最后打造成一个千年亡国吗 那么其实我觉得 对中共的那个就是政权呢 我们有很多的一个误解 尤其在美国 我看到美国的许多的领导人 因为美国你要知道 美国的总统的那个周围的决策 没有一个亚裔面孔的 没有一个人是讲那个 就是那个汉语是他的那个母语的 那么所以他们对中国的那个了解了 那么问题了也是多多 那么所以就说你可以看到了 美国了有一个误解 就认为中国是too big to fail 那大而不倒了 就是那个太大了 永远不会倒 那么其实中共的政权呢 我就讲他明天倒 我都不会奇怪 对他后天倒我也不会奇怪 那么所以的话呢我们呢可以看到了 我认为习近平呢和王沪宁呢 恐怕他们呢都有这种惶恐不安的感觉 那么至于习近平能不能信任王沪宁 那么我相信呢就是说习近平呢 那么现在进入到了一种 并负治国的一个状态 那么因为我们看到就是中国和俄国 或者是世界上的那个专制的领导人呢 那么最后都陷入到一种 我刚才讲的一种那个权力的一种自我中毒 然后一种那个就是妄想狂 一种那个那个猜疑症 那么像毛泽东最后的话呢 进入到一种猜疑症 这种妄想狂 那么毛泽东对周边的人进行这种 无端的这种侮辱迫害 包括刚才那个主持人讲到的陈伯达 包括如果我们看到李治隋医生 写的那个毛泽东的私生活 他作为毛泽东的那个医生 那么不断地被送到那个 那个去教育送到什么的下放 那么所以我觉得最高的这些领导人呢 当他们是冷血动物的时候 当他们认为一切的东西 都是围绕他们权力服务 而他们呢产生这种疫病了 认为周边的人最有可能 来侵犯他们的权利 那么我觉得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 所以我认为如果中共政权出现问题 如果习近平那个出现各种的问题 我认为第一个受到牺牲 和第一个被送上祭坛的 我觉得是非王沪宁莫属 王沪宁很危险了 我们这个夏老师铁断了 有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任何研究 就是王沪宁所谓的 他主持对台工作 他提出一个叫做 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这是个什么鬼东西你知道吗 对你说鬼东西 对因为我觉得用得非常的确切 因为整个王沪宁的思维 我就觉得是没有逻辑的 如果你们那个就是注意一下 王沪宁的许多的那个就是思想了 或者他的那个写的东西了 是违反基本的形式逻辑的 而且语句了有的是不通的 因为当我读他的东西 因为所有王沪宁的书我都读过 那么而且我也基本都是 王沪宁的亲自的签名书 因为王沪宁1988年在美国 那个就是游学的时候 住在我的导师家里面的 所以的话 王沪宁没有直接送书给我的话 但是这些书了全都送给我的导师 那么我导师这些书了全都转交给我了 那么所以的话 我对王沪宁的思想 那么我觉得还是一个全面的梳理 有个理解 但是我觉得王沪宁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在于他没有基本的逻辑 也就没有基本的逻辑的互洽 比如说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王沪宁给那个就是习近平说 国际关系要民主化了 那么他用杜威的思想 就是说鞋子是不是脚 只有我们穿鞋的人 我们最清楚了 你美国不要甘愿我们中国了 但是他绝对不会允许我们这些 那个就是那个老百姓 普罗众生说 你这个中国这个治理应该 那个就是那个 要那个把治理国内关系民主化了 那么你这个中央那个什么 那个中国共产执政党跟老百姓 这个关系是不是应该民主化了 因为我们老百姓呢 我们知道这个治理合不合适 我们最有发言权了 当我们如果这样一说的话 就有颠覆政权的这个罪名了 所以你看王沪宁 绝不会允许你走这条路 但这个逻辑的路是通的 但是王沪宁是不会让你去通的 那么同样的 那你可以看到 那么王沪宁在打造 所谓的那个什么中国梦的时候 那么他给你提的非常清楚 王沪宁是说得很清楚 我是要不断满足中国人民呢 对美好生活的这个向往 那么王沪宁为什么不直接说的简单一点 就是我们不断的要让中国的老百姓的 那个美好生活的指标不断的达到呢 那么为什么要满足大家的向往呢 那么向往就是一种政治忽悠了 就是让你吸毒了 让你嗑药了 让你感觉你是世界上最富饶的 最伟大的 那么这就是一个北朝鲜的一个模式了 所以这里面没有逻辑的就是 那个就是互洽 为什么 因为王沪宁是个典型的历史唯物主义者 那么当他在找所谓的历史的逻辑的时候 他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 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路线 但是当他在满足中国人的这个要求的时候 他是进入到一种 就是那个超经验的 一种精神的那个就是维新主义了 那么他就会觉得我们的意志 我们的想象呢 可能会成为我们的一个追求的目标 那么另外比如说你看到 王沪宁经常会讲的 那么给所谓的三代国师 所谓的三个代表 三个代表是一种实用主义 三个代表是让中国共产党 能够满足不同的阶层的要求 但是你会发现了 他在讲到科学观和谐社会的时候 那你会发现了 那么科学观和谐社会跟三个代表 实用主义了就有不一样 就有一些冲突 当然进入到那个就是那个习近平 那个伟大的中国梦 那么那个要定于一尊的话呢 就把他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了 因为他现在进入伟大斗争 那么这进入到就是说 比如说像习近平在毛泽东诞成 130周年讲话里面那个 无不无体投地的佩服毛泽东的 那个炉火纯青的这个斗争艺术 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 王沪宁把中国引入到一种 用毛泽东式的 因为中国今天已经进入新毛主义了 已经从原来的毛泽东的创立那个时代 进入后毛以后了 那么现在进入新毛 那么所以当然这是一个矛盾 所以我觉得王沪宁的一个 整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他永远没有反思过 他永远没有超越过 他永远没有问过就说 我所有的东西是不是有一种互洽 而这种互洽其实是受制于我们 认同的某一种超越性的一种理念的 那么我觉得王沪宁很遗憾 那么我觉得他的整个 我这么一个做个结论 就是说我觉得王沪宁 他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一个肉体 这有什么可怕 我跟你讲这是非常可怕的 因为我在过去十几年 中共把我就是禁止我入中国以后了 那我就要找到一个非常具有挑战的研究国家 我就进入印度 所以过去的十几年 我进入了九次印度 那么我发现我读印度的经典 印度有个就是有名的奥义书 那么里边就讲了一句话 说如果了你认为了 你是一个有灵魂的肉体 其实你是生活在一个愚昧状态 他说只有你认识到 你是一个有肉体的灵魂的时候 你就启蒙了 你就生活在生理状态 那我就说可是中国了 很多人都认为 它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肉体 它的行为举止 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肉体 它比就是我们看到的 印度思想里面的无知状态还可恶 那么这个状态是什么 这个状态就是邪恶状态 我认为王沪宁就体现了一种平庸的恶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非常谢谢夏老师 给我们讲的这些东西 我实际上还有好几个问题 想要问你 特别是王沪宁写的 《美国反对美国》这个书 王沪宁以美论的思想 对习近平的影响 那这个我们有机会 再来谈一下这些问题 那今天非常感谢你的时间 来上我们的节目 谢谢夏老师 谢谢矢板先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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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